Hello 各位follow我的粉丝专业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Ryan 今天呢是31天直播挑战的第13天 讲到都笑出来了 因为呢 这个中间断了几天 不过没关系 这一次呢一定要把31天都播完 即使它不是连去的 因为有时有中的话呢 对于这个以后的习惯的养成 以后的目标再次设定 是有帮助的 OK 所以感谢你的follow 感谢你这个即使我通知有断掉 都还是有继续连起来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 打算做一些事情呢 来改造我的生活 当然其实你有在follow我的YouTube频道 follow我的Fastbook应该有发现 其实我本来就一直在分享很多生活策略 他就是改造我们生活的一些 能够具体执行的一些步骤 那么最近我有在做一些事情 然后正打算开始加入一些新的仪式 所以跟你分享 然后呢 顺便也一起来看一下 我的改造是否会成功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我想这个过程呢 会蛮好的 OK 那么 先跟大家握声好 嗨 Muse 余娜 Dong Wu Xiao Wei Feng Jin Wei Shan 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今天跟你分享的是 这个31天直播挑战的一些情况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再跟你分享 我最近打算加入一些新的仪式 到我的生活当中的原因 以及我即将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过去有看过我的频道里面 有一个早晨仪式 这个 还有一个早上写的五分钟日志 如果你对于这类型的影片是有兴趣 是觉得蛮有意思的话 我想今天的影片会 你应该会蛮有兴趣 因为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晚上仪式 早上仪式分享过了嘛 对吧 可以讲一下晚上仪式 然后分享 我打算新 新做的一些 这个 生活上的一些改变 OK Hi 浩童 Hello Hi David OK 那么先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就是31天直播大挑战的事情好了 本来在一开始的时候是8月初嘛 说8月31天 所以我们每天直播就有31天大挑战 但中间有几天断掉了 然后 出国之后直播了一天 回来之后呢 又 这个忙着一些竞争进行的project 就没有播了 可能还是有些完美主义又回到身上 因为觉得说 在外面比较吵啦 这个内容没准备好了 可能还是没有播 但是 嗯 先回顾一下 过去我们做过的即时挑战 有30赢30 有百日挑战 有软物秀之类的 它不是个挑战 你会发现就是 我在我的频道很真实跟你呈现了 很多时候一个计划 它在中间的时候会被中断 会没有完成 但是 我是觉得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31天我一定会把它播完 但是而且回头一看 过去几次都没有播完的状况下 我累积了100多部影片 所以这也是一种不完美行动吧 就是透过不完美行动一直往前进 而慢慢的建造起这个个人品牌 我觉得是蛮好的 但是 一个计划如果没有把它结束的话 它在你的印象里面会留下一个 你总是无法把事情完成的这种记忆 对未来的目标跟对未来的挑战可能是有害的 所以呢 我还是会把这三四天播完 即使这过程当中呢 又面临到出国 今年出国特别多次 七八次有可能 蛮有意思的 这可能 因为你都没有看到我剪任何的Vlog 所以可能并不知道我去哪里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剪Vlog很花时间 但是我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会把 所有这两年所有没有剪的影片 剪成一集 剪成一集 嗨优秀 优秀说这两天被笑翻不敢再播了 没关系啊 有人笑代表你带来欢乐嘛 对吧 从里面去找到好的地方 OK 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把这三十一天播完 即使今天第十三天 那中间呢 今天已经28号了 所以呢 比较像这两天一播的一个节奏 OK 没关系 我们看什么时候结束 期望可以从今天开始连续 连续再播个18天 是吗 OK 好 所以这是三十一天挑战的近况 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你的追踪 然后呢 如果你在YouTube观看的话呢 我大概会 平均 现在计划是每两天 会把一个直播挑战上传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上live的话呢 你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那如果你是喜欢followYouTube的 你不要来Facebook 没关系 就是随意咯 也希望你可以帮我分享出去 OK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要讲什么呢 就是 我希望加入一些新的生活的仪式到我的生活里面 在先前的时候我们分享过早晨仪式对吧 在最早最早那个影片的时候 早晨仪式我分享了好像11个步骤 应该是11个步骤 来启动你一天 那这个是一个步骤 我这一两年来呢 并没有完全的follow 但是里面有一些元素我是一定会follow的 包含说就是安静啦 阅读啦 然后计划啦 其实我是会 会做 但它并不是那么具细迷的 这11个步骤 那还有5分钟日志 即使我们有不一定每天写它 但是我会时不时的做这件事情 我把它做成一张纸规画一天的格式嘛 OK 好 那为什么要用早晨仪式呢 因为我们说有一个好的开始 一个好的早上的话 基本上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OK 对 不过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其实不是最近啦 就是我一直在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模式 更能够激发我创造力的 更能够不受打扰的 更能够真的很真实呈现我所有想法的工作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发现我在某些时刻是特别有创造力的 其中一个是特别晚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早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两个时候会有创造力呢 我想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事物的干扰 包含讯息 包含甚至连你会感觉到在外面的世界好像没有人在活动 至少在我的这个住家周遭没有人在活动 那种感觉 那我有几个影片或是几个program 或是帮助我的学生我的伙伴的一些教学 都是在那种时刻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模式 那显然的都很晚睡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其实自然来说我们似乎还是希望跟太阳有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就是跟着他一起做习 然后也希望跟这社会上有一些接轨 所以看了很多的企业家发现早起似乎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我一直没有 这一直是我的弱项了 我一直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那想象中是有一些工作模式是不错的 像是从这个五点半 早上五点半 你可以连续focus工作到十一点 不受任何人的打扰 那这段期间如果我可以每天都可以创造这个 这个创作区间的话 我觉得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这个五点半到十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吧 我过去有几次这样的经验 OK 所以那我就在想 那为什么会没有发生呢 那应该是晚上仪式出问题 OK 晚上仪式 因为 几天起床跟你 你起来之后也是早晨仪式 可是你几天起来 你可以完成这些事情就是晚上的 对吧 晚上的晚上仪式 然后到睡觉 对吧 所以 我有没有晚上仪式 有的 为什么呢 以前其实有一本书 这本 仪式的力量 它就讲到各式各样仪式 我一直也知道说一个routine 一个ritual 它是会帮助我们很多的 所以 其实我是有这个概念的 但是我执行起来 并不是那么的顺畅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把睡觉当作是一个 没有生产力的事情 但是 其实在我两年前不是 最早是不这样想 因为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sleep smoker 其实我知道说睡觉是很重要的 但是 总之呢 就是我后来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但是还好 最近从人家思考 从人家看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的时候发现到 对我 我忽略掉这个东西了 我应该有一个好的晚上仪式 然后接一个很好的睡眠 然后在很早的时候起来 然后开始做我所有觉得有创造性的工作 然后我可以到11点到12点停止 之后我就可以做很多反应式的动作 反应式的工作 什么叫反应式工作 像我们举例来说跟人的互动 跟学生 跟伙伴 跟客户 反应式的东西 我觉得 它就不太需要我那么的focus 它不太需要我使用那么多创造力 对吧 所以 如果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感觉会蛮好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决定来同时进行个挑战 就是呢 我的这个 Roundwood 这个 530am挑战 530am 就是呢 5.30分起床挑战 那 不是只有起床而已 如果只是起床 然后浑浑噩噩噩的 但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要非常有精神 然后呢 照着我的步调完成工作 我 自认这个是比较弱的地方 但是我想要公开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一起来 试试看会成功 所以我做了一些事情 第一个 我 设计了一个 一个 一个Night Ritual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想要先记录一下 所以我先拿一个相机 然后呢 到时候我会剪这支片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一起入镜 诶 诶对我今天有带一个抗蓝 诶这个就是我Ritual面的其中一个 就是日后呢 我一定要都装上我的这个 蓝光镜片 在晚上的时候 然后同时呢 我也把以前呢 我在用的一个 App 那个 电脑App装回来 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 这一个 荧幕现在是特别黄的 对吧 以前我就有装这个东西 叫做 Flux F2X 它会把这个 蓝光 做一个调整 所以说你会 不会受这个 3C的蓝光影响 OK 那我现在呢 先来做一个简单的intro 到时候我会剪这支影片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好 想法 如果你想要知道细节的话 请回去看那天 浪天的直播 然后我会记录一下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OK 这个就是我平常录影片的 样子 很久没有录影片了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录影片蛮有意思 好 那么我跟你分享一下 呃 呃 又就是说要带着睡觉 不是 它不用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 假设你 你因为其实这些灯光好像都在 都在 都有些蓝光的成分嘛 它都会影响这个 呃 呃 带着保护眼睛 然后呢 同时也让你可以 呃 比较准备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所以在 或许是你睡觉前的 两三小时嘛 可以带着这个东西 OK 那我的荧幕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 黄了 非常非常黄 非常非常暗了 那 呃 感受是比较好的 呃 呃 我大概会做这样的事情 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了 看一下 这个桌子有点乱 OK 呃 我印好了这个东西 就是 呃 我再来要记录就是说我呃 几天几天起床 然后 我是不是有做早上的这个Ratual 包含说 运动 然后一些Mindset的练习 包含冥想 包含观想 五分钟日志 然后我几点开始工作 跟我一个结束时间 我觉得这个结束时间是重要的 因为以前我身边有这个结束时间的 但是结束时间可以让我们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 万物都是 呃 两面的嘛 有光明你才可以理解黑暗 有冷你才可以理解热 或者有热可以理解冷 不管 反正呢它就是两边 所以说当你没有这个结束时间的时候 呃 这一切就会变成 它不是一个很很完美的循环 OK 好 那我可能可以给自己打个分数 那这边我设计一个空白的 就是我打算把我Ratual 打算要做的一些事情呢 呃 写下来 所以我有一个Morning Ritual 我有个Night Ritual 那么Morning Ritual 这个地方呢我想跟之前没有差别太大 我反而删掉一些东西了 就是说你起床之后呢 我还是把冥想保留着 然后呢我把这个五分钟日志 跟这个呃去书写 这个保留着 然后呢 呃我把这个视觉化练习跟目标呢 把它一起再放在这个书写里面 然后呢我放一个这个呃运动 OK那其他是一些比较小的东西 那主要是这个Night Ritual 这个新的东西呢 呃我想我会开始执行 也就是说我在睡前呢 需要呃至少60分钟以上 是不用任何3C的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 我就要把3C完全关掉了 诶对 这边先先额外分享一下好不好 先额外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 这一个手机呃用新的方式有改 跟你分享一下 我现在手机桌面 我的APP只有两排 只有两排 可以看一下 它让我呢确实的 不再花时间在3C上面 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有拍 我知道会用到 OK 我现在只有这两排 看得到吗 看不到 看不到 OK 好像看得到 OK 反正呢我只有这两排 下面这边呢是相机 Evernote Trello 跟Google Calendar OK 然后上面这边是我 呃会用到Google Map USpace 停车的 时钟 然后 呃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Chrome 云端硬碟 OK就这样子而已 我现在手机就只有这个样子 然后没有下 没有其他的APP 好我下次再拍给各位看好了 总之呢我这边写一个东西 叫less is more 然后 然后我不打算再用太多的APP 呃 我还是用Facebook来直播没有错 只是我把它藏到很难按到的地方 所以说 你的这个习惯动作拿出来滑这个动作 你觉得 欸滑不到Facebook 就不滑了 OK这是我最新做的事情跟你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 OK简单看一下好了 呃就是一样有冥想 冥想 冥想然后呢记录自己的目标 那呃 这个之前也有做 就是review today 然后plan tomorrow 这很重要 好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呢是 呃 这个蛮有意思的 这是Tim Ferris 他的配方 就是两汤匙的 呃 苹果醋 加上一汤匙的蜂蜜 这我之前断断续续的试过 我觉得蛮好的 这我会加上去 然后第九个 以后的东西 我是比较没有把它当成一个routine来做的 也就是说你要去想像所有明天早上起来之后 要做的事情 只要起来之后 我会换哪一个衣服 我会喝哪一杯茶 我会坐在哪个地方冥想 我会呃 做什么运动 我会打开哪一个 就是把所有的这一切想到 包含说假设说你明天早上计划是要去健身榜的话 是哪一些衣服哪一些东西 就是他的整个路径都要是非常非常好 你要想象得到 并且把它预备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开始去点一下 一些可能现香或精油的东西 原因是因为 呃 这是一个让我们回到当下的一个很很简单的技巧 因为当你闻到一个特殊的味道的时候 然后你会感受到这个味道在现在嘛 所以你会把你的助力放在这个当下 而他就让你可以不再去呃 就是忧虑过呃 担忧未来跟这个去呃 过去怎么讲呢 呃 叫做反正就是啊 突然忘记那个形容词了 反正就不再担忧未来跟过去啦 的一个一个方式 然后呢把未来东西准备好 ok 所以他大概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 我会在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 总之呢 我会更密切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把它记录在这个地方 然后记录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去严格的记录我的每天的起来的时间 然后看我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模式呢 会让我机会呃 呃 发挥出更多的生产力 那为什么要发挥出更多的生产力呢 原因是因为呃 呃今年的最后 这一个四个月 九十十一十二 有非常非常多的目标要完成 第一个是呃 呃各位可能有看到 林工经济实战班 我们正在进行第二个部分 让他呃 呃进行全面的优化 呃 把后端 对于每一个进来的学生 让他们得到最好的成绩这一段呢 我们会做第二阶段 更好的呃 设计 更好的优化 他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创造力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是呃 呃在去年的时候 我有做一个AMA的细腻学院 那经过一年 我自己又做了更多的进修之后呢 我也打算让这个课程再优化一次 这课程呢 会让很多想要用网络行销 去得到其他客户 去发生销售的人呢 能够呃 有一个最完整的学习地图 OK 所以这会花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第三个呢 是上次大家有看到 我在帮各位做一些 脸书广告的一些测试操作 呃 这个program呢也是 这个project啦 也是正在进行当中 那也需要花我很多的 创造力的时间 所以种种的project 呃 堆叠之下呢 我需要更多这些 创造力的时间 那 有些人可能如果你在上班的话 你可能不是很理解说 呃 或者说你觉得这很奇怪 你本来每天就 都 都是造一个时间起床 因为呃 我这十几年来是都没有 这个固定上班的经验的 所以全部的生活的自己去规划 那 有的时候他就会比较 照舒适的方式去走 所以说我想做这个挑战 每天五点半起床 然后 工作 我觉得会是蛮好的一个 体验跟你分享 我不知道在看直播的人 在看影片的人 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这个五点半起床 的这个计划呢 如果你有的话 可以在 这边加一 或者说你本来就五点半起床了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 本来 他的工作是比较早的 所以说你可能 并不会觉得这很困难 或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建议 OK 那么 呃 对 以上就是在最近要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算是比较闲聊吧 好跟你分享一下我的 三四天直播挑战 跟你分享一下我要做的 晚上仪式 呃 然后我要做的早期计划 跟 呃 这个 呃 即将完成一些project OK 所以 这算是一个好的起头 为什么呢 因为从 day twelve 就是我在日本的直播之后 我就断掉了嘛 所以今天算是一个起头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再 回到 回到这个正式的 节奏 每天晚上直播 OK 那么 也 不要偏晚了 呃 在线的各位朋友 不然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大家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每天都几点起床 每天都几点起床 到几点睡 OK 請各位分享一下 你每天几点起床 到几点睡 可以吗 OK 请各位分享一下 浩童说 暂时以八点为目标 OK 其实应该 蛮多在上班的 都还是蛮早起的 六点 真厉害 所以显然这个挑战 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 但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所以 我来试试看 我觉得自我工作者 然后 自己来创业这些人呢 有这样子好的routine 应该是会很有帮助的 慧文都是 晚上12点睡 10点起床 哇你睡那么少 真的假的 会不会累啊 Ivy11点睡6点起床 睡7个小时 11点睡 那你现在不该睡了吗 幼秀 12点以前睡 OK 12点睡7点起床 所以这个感觉都是蛮像 呃 在 以前高中以前的时候 高中以前的时候 呃 的作息嘛 对不对 以前在高中念书 国中念书的时候 也大概是 好像6点多 洗床 差不多 大家都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浩彤 这个是大学生的 对大学生就是 1到4点不定 对很容易超过4点了 然后呢 所以要自然醒 哈哈 OK Sony分享人消息手册 对这本书那个 凡蛋老师有导读吗 对吧 有导读 说每周提前 对吧 呃 对 我在设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知道要每 循序见经这件事情 但是 我不打算那么做 原因是 呃 我相信可以不用 呃 呃 他有机会比 像 像决例来说 忘记谁 Casey吗 还是谁 好像他说他不会有 时差 就Jellack的问题 原因是因为他 是他讲的吗 还是Cardone讲的 我忘了 因为他不相信这件事情存在 然后他就不管他 而且呢 Casey比较特别 他认为睡觉可以取 呃 运动可以取代睡觉 所以他就 反正少睡就多运动一点 OK 所以 所以我 这次不打算用循序见经的方式 我就看得办 我相信 呃 试了三天很快就习惯了 那循序见经的话 我也打算就是 顶多是 765 这样往前提 试试看 因为 现在版本的我 肯定是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打 我会需要 成为一个新的版本的我 去达到这件事情 所以 现在版本我不习惯 这很正常 但是我可以越快的 去体验这个新版本的我 即将过到生活的话 那么他很快就发生了 所以试试看咯 试试看咯 很想回到大学的生活优秀 其实我 这 这些日子以来 大概都会活大学生活 可能活久都想要换一下吧 还要换一下 规律的生活 OK 所以以上 就是今天简单的直播 算是 算是 跟大家闲聊一下 跟大家闲聊一下 然后 然后 这个晚上仪式的细节 我会录一集影片 跟之前的早上仪式一样 或许我会录一个新版本 2018年的早晨仪式 跟你分享我做哪些事情 可能你会 也 蛮有帮助的吧 OK 所以今天就不多聊了 我要关掉这东西 然后关掉一切东西 可以进行我的晚上仪式 然后 明天早上 follow我的IG 我会在IG 分享我 几天起来 然后做了什么事情 OK 好 那么感谢你的支持 那我们明天的直播见 拜拜